大悲咒感应诗迹 放大光明,净土中品 世慧才,俗姓王,浙江勇家乐清人 北宋真宗降服初年,公元1008年获准梯度 年十三岁时受巨族见 前往四名山,追随学习与法治大师 由于悔恨自己的愚痴迟钝 因此时常持诵大悲咒 有一天,忽然梦到一位清静僧人 身长树杖至高,脱下袈裟披在慧才身上 第二天,历临讲座听经时 豁然开悟 从前一直到现在所听闻到的佛法 一时之间都洞彻明了 后来拜见慈云尊士大师 以诗礼来奉事福牢 日夜精勤从不懈怠 北宋英宗至平初年 西元1064年 居住于法会宝阁 次号为广慈 不久,隐退居住在雷锋塔下 每天,俏足送大悲咒 108遍为功课 又曾俏足仰望遗咒夜 送阿弥陀佛圣号 有一天晚上 梦见到达了极乐世界的七宝楼阁 清静宫殿 有人告诉他 净土中品是你所生的结尾 北宋神宗元丰元年 公元1078年春天 为僧俗二众千人 受菩萨大戒与雷锋塔 正做结魔做法时 观音像的头顶放出光明 灯烛火炬与日光 都被此道光明映照 而失去了光辉 净此首一禅师 为此事做了一篇受戒放光记 元丰六年 即公元1083年5月21日 慧才更衣就座 书写祭颂赞佛之后 说 我往净土是决定不移的了 然后安详而往生 十年八十六岁 此故事出自佛族统计 世事及古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